你来看到这场在大陆甘肃的一场夺命马拉松 竟然造成了有21人死亡的一个不幸事件 怎么回事呢 这场比赛竟然没有人玩赛 参赛的选手总共有172名 当中还有不少是大咖级的选手加入 连大陆非常知名顶尖的超跑选手梁金 都在这里身亡 有人统计了这场赛4死伤的比例 竟然比战争还要严重 到底怎么回事 韩兵带大家看看 到底天灾还是人祸 是 因为这一个所谓的黄河石 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 听名称看起来好像很吓人 看这个地形看起来好像很吓人 可是实际上他在这种 百公里越野赛是里头 他其实算终极赛事 也就不是最难的 也不是最极端的 总共172个人报名参加 特别是梁金 这个人是中国大陆的超码的 记录保持人 这些人对他来讲 终极的比赛应该小案子 没有问题的 可是172人参赛 没有半个人跑安全城 而且死掉21个人 受伤8个人 这造成非常惨重的伤亡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他起点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他从这起点来的时候 他到第一个打卡点在这里 到第一个打卡点这段都还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 CP1到CP2 这第二个打卡点这个地方 然后这一段 当初他们跑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风雨了 然后风雨大概是 4到5级左右 4到5级 我们一般在平地 可能会觉得还好 可能就是比较强一点的风 可是请不要忘记 这是2000公尺左右的高山 然后他们就这样一路 顶着风这样跑过去的时候 然后到CP2到CP3 也就是第三打卡点 中间这一段 这一段是最危险的 这一段只有8公里左右的长度 可是他的爬升的高度是1000公尺 非常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第一个因为很陡峭 然后你要相对奔跑的困难 那再来因为这个地方 地形也险峻的关系 所以通常在打卡点 它会有一些补给的 比如水或是其他 一些相关的东西 这边是没有设的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办法 去帮你设这个东西 所以也就是 即使你有办法冲过这一段 你到这边之后 你还是要凭你自己的体力 跑到第四打卡点 你才有机会获得能量的补充 所以对选手来讲 挑战最大就是这一段 但是灾难也发生在这一段 你知道吗 他们就从这边 那个CP2就第二打卡点 到通往第三打卡点的时候 风力一下到了七八级左右 你知道很多人一下就倒下来 你看这个时候他们有人讲 有几个已经没有意思了 口吐白沫了 赶快跑来救援 这时候开跑才三个小时 所以你知道路边开始 好几个人就倒在路边了 那情况非常可怕 甚至中国这个顶尖的超马 选手梁晶呢 这个梁晶他前一天其实才 说这个风有点大 第二次比赛中遇见沙尘暴 第一次在戈壁大沙漠的帐篷里头 然后所以一些小石头都飞起来了 沙子头吹进来了 半夜狂风大作 工作人员还加固根基 在他看来好像一步也就还好 第二次遇到小案子 应该没问题 可是后来他在参加这个跑的时候 他就在那边倒下 倒下的时候后来他被发现的时候 他整个双膝都磨烂 然后器官衰竭 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非常惨打在那边 那为什么他双膝会磨烂呢 后来他们研究人认为是 因为强风大大一直在抵抗 一直挣扎 他体力又比一半很好 所以他一直在地上不断地磨蹭 磨蹭挣扎的时候 造成他双膝整个磨烂 但后来因为时代撑不住了 结果就器官衰竭就过世了 那你要知道好几个实力逃生的人 他们怎么逃生的吗 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过第二打卡点的时候 开始风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眼睛都张不开的时候 他本来还是继续挣扎在跑 结果跑一跑 他发觉我的手没有知觉了 他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手了 那他很紧张 就赶快把手放在嘴巴里头 想说我用口水 或是用我嘴巴的温度 想要至少让他暖一下 他寒了大概几分钟之后发觉 他居然 他的嘴巴感觉到他的手在里头 可是他手感觉不到 他在自己的嘴巴里 手还是没有知觉 他想惨了 我不能再跑 然后这时候 他医师也开始有点迷糊了 所以就开始掉头走 他说我不能再爬 就往回走 往回走的时候遇到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引导他的一个小木屋 结果那个小木屋里头 不是他一个人 陆陆续挤有50个人在里头 大家全部在那边避难 他想如果那个时候 他不是决定自己掉头 他大概也就死在那边了 所以造成非常惨重的伤亡 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一定是 本来不是很艰难的一个赛事 为什么造成这么惨重的死伤 应该是这个主办单位 你一定没有做好天气预报 你要把相关的条件都考虑进去 抱歉 这个地区说变就变 常常白天看起来很好 没事一片都艳阳普照 结果突然之间可能10分钟20分钟之后 就风吹雨打 然后这个狂风烈日 全部都出来了 所以这气候变化太厉害 才造成了这一次的悲剧 所以以后要举办类似的活动的时候 主办单位可能真的要小心了 因为这次伤亡实在太惨重了 但是如果讲到 这个就是登山爬山最大的挑战 他心目中的圣杯 应该还是圣母风 因为他是全世界最高峰 虽然他其实在难度上 他并不算是全世界最难的 但毕竟他的全球最高的 所以要挑战他对每一个登山者来讲 都是他心里头的一个目标 可是大家说 通常他是4月到6月最适合的宫顶 可是宫顶的时候 你一定要遵守一个铁律 就是叫两点钟规则 这什么意思 也就是在下午两点钟之前 即使那时候还大白天 你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登到顶 就算你已经看到顶了 甚至距离他就只有十几公尺了 抱歉你一定要掉头 因为你不掉头你就会死在上面 因为你要知道很奇怪 就是你通常登完顶之后 人不是一松懈吗 终于登顶 成功了 我成功了 然后你下来的时候 通常风雪就来 所以你下山才是最大的挑战 很多人登顶之后 死在那个回来的路途上面 所以那是非常非常危险 所以千万不要提起 不要逞强 你只要看到时间到 就算你夹再近一定要掉头 不然你就完蛋 实际上在那边 有很多的悲剧发生 比如说去登山 你都会看到这个 非常醒目 一个绿靴子 这个绿靴子经过的人都会看到 它的外号也叫绿靴子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已经二十几年了 你看到它那整个量 就好像在它临终前最后一刻 它要把自己这样子裹住 好像很冷 想要让自己取暖那种感觉 那它已经变成一个路标 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就看着它 看着它就知道我自己到了 大概八千公尺左右的地方 我们就更上去 那很多人就觉得奇怪 就说你在八千六百公尺这个地方 你为什么不把它放下来 让这个人 你知道这个人到现在是谁都不知道 因为它就被整个冻结在这里 那为什么不把它遗体抬下来呢 我跟你讲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人本身就已经不轻了 大概八九十公斤重 然后再加上它的装备 还有被整个水冻结 大概超过一百五十公斤 你超过一百五十公斤 在八千六百公尺的高山上 你要把它弄下来 搞不好还要死好几个人 所以没有办法 到最后就只好让它在二三十年 还一直摆在这个地方 所以也是悲剧 实际上 类似它这样被冻结在上面的人 超过三百个 三百个 对 就变成一个一个路标 倒在那边 所以也是让人家觉得蛮遗憾 蛮难过的 所以要登山虽然是一种挑战 但是真的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实际上有一个人 这个人也非常厉害 叫庞巴多吉 这个庞巴多吉在2004年5月21号 他创下一个记录 全世界最快登上圣武风的 可是他创下这个记录之后 他说其实他也遇到很诡异的事情 什么事 因为他登上圣武风 真的很高兴 下来 下来之后 他就在一个山洞附近休息 然后他在那边休息的时候 突然间发觉 我旁边怎么好几个罹难者的遗体 在这个地方 看了之后 当然心里头有点感伤 然后突然间他发觉 自己不能动 整个人突然僵硬不能动 然后你知道他发现 看见什么吗 看到几个黑色的影子 像人形一样 就一个一个这样 向他这边走过来 你知道他这个庞巴多吉 吓了个半死 在那个八千公尺的高山上 你这样跟我讲 我怎么办 我也不可能求援 他吓呆也不敢动 就在那边这样一瞪的眼睛一看 就算几个人过来 你知道他干嘛吗 跟他说 你有没有一些东西给我好冷 我想要吃一点东西 给我一点东西 真人假人 所以他吓到 后来他把他这段经历讲出来 很多人说 你一定是在高山上产生幻觉了 不然怎么可能一定要这样 但是也有一派的人认为说 因为你在八千公尺的高山上 太多 你看我刚刚讲 三百多个人死在那个地方 冤魂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是不是有一些人的冤魂 灵体还集中在那个地方 不愿意离开 所以在那边太寂寞了 才过来找他 可是在喜马拉雅山 在圣浦峰这一带也 常常有一些怪事 比如说这个东西 大家看得出来 这是个什么东西吗 这是什么 这其实是一个脚印 这是1951年 在海拔六千公尺左右的地方 发现了这样一个脚印 这个脚印我们看这个 没什么一般动物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 这个脚印多大你知道 它这个长度45公分 45 45公分 有那么大的动物吗 对 然后宽度32公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脚印 那个地方 它看起来像是两族行走 特别的是 它这两颗指头特别大 这三颗比较小 所以这什么怪动物 没有人看过 想说这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很多人就说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Yeti Yeti也就是雪人 当地传说中的雪人 那当然在当地一直有发现 这样的脚印或是一些毛发 那有人验出来说 鹿而已 你不要骗我 但又有人说 这个其实是一种未知的动物 所以介于猿跟一般的 其他普鲁类的动物之间 那到底是什么 目前不知道 可是其实后来去翻资料 从19世纪1889年 1928年 其实陆续在那边都有发现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踪跡 也有人拍到照片 那当地的人是认为说 这其实是山上一种神秘的动物 那这种动物 它甚至会跟人类通婚 而且它有自己的语言 它比如说不管你是男生 比如说男生 它就会来抢女生 如果它是女生 它会来抢男人 所以在当地的传说中 它非常非常的神秘 那到目前为止这个生物是否存在 人类还没有定论 所以呢 竟然是神秘的动物是否开心 也不让你没有定论 那是病人的动物 那么走 教育安 感谢观看